大家好,我是小毒 毒以阴云硬素忧 天寒谁解泪分流 异常轻松关怀至 极吕钟情满冻秋 惊分面叛娇羞 芳华如水,梦如愁 奈何多热情千半 一夜情思,缓白头 今天带大家重温一部 林青霞饰演的老女和哥哥版 卓一行的经典武侠爱情片 白发魔女传 故事发生在青春顺治年间 士族徒患重病 相传千雪风赏 有一朵二十年开一次的齐花 可以治疗百病 让人白发变黑 于是朝廷派兵前来寻花 此时有人已经在此守候 齐花十年了 只见他身手了得 击败清兵 他就是卓一行 是什么人在他心中 如此重要呢 话说当年卓一行的师父 是中原八大门派的武林盟主 武当派的紫阳真人 由于卓一行天子过人 从小便受到师父的器重 精心传授他武艺 同时也教他正邪 不良力 不久卓一行就长大成人 卓一行为人正直 但浪子本性不改 不愿受礼教束缚 正义行侠却屡屡受训 但师姐和绿华对其倾心 处处维护卓一行 卓一行却从不为其心动 此时政治明末清出 武当山下兵荒马乱 难民们抢了敏军的粮食 遭到无情的屠杀 这时一位白衣女子飘然而来 只见她青纱遮灭 眉目间透着一股英气 舞动着手里的长鞭 阻止了民兵的行为 这时一对难民夫妻 在路上遇到了卓一行 妻子即将临盆 丈夫寻求帮助 卓一行也是吓得不知所措 这时白衣女子出现帮助了他们 很快就迎来了小生命 不幸的是农夫离世 卓一行只得上前安慰 给了农夫一些钱财 卓一行被白衣女子吸引追了上去 只见在一个天然温泉之中 白衣女子在水中畅游着 一挥兽的妩媚 犹如落身下凡一般 卓一行躲在一边 梦不转惊地看着她 突然白衣女子发现了卓一行 一把将她拉到水里 质问她为什么跟着自己 卓一行回答道 是你将我们拉得这么硬的 白衣女子怒羞地一把将她甩到岸边 并说道 谁看到我的样子谁就要瞎 卓一行回答道 那我岂不是要天诛地灭吗 于是白衣女子 舞动着鞭子教训卓一行 突然白衣女子看到一旁的流言 速回神宫便飞飞而去 另一幕 魔教神宫内正在举行聚会 白衣女子正是魔教的护法狼女 教主姬无双正在安排 如何袭击中原八大门派 原来姬无双和姐姐是一对联体人 姬无双喜欢着老女 时刻关注着她 老女今天看起来有些失魂落魄 心中会时不时浮现出卓一行的声音 对于姬无双的示好 老女表示拒绝 于是姐姐开始嘲笑姬无双 但姬无双表示 真正的爱情是两情相悦的 她会等的 另一幕 朝廷教练正在和八大门派 商量如何对付一族魔教 师父命卓一行担任此次围剿魔教的统领 师姐和绿华为副手 原来师父精心培育卓一行 是想让他继承武林盟主之位 卓一行心里明白 一旦做了武林盟主 很多事情就身不由己了 卓一行表示不愿意 师父说道 有些事情是身不由己的 卓一行嘀咕道 自己可以离开江湖 此后卓一行找到 正在镇受城池的知己 吴三桂 听到卓一行讲述隐居仪式 吴三桂表示 你除了会武功之外 什么都不会 眼光要放远点 如果你真的做了武林盟主 我们两人就可以共同进退 甚至是感谢历史 这时 士兵抓到几名奸细 吴三桂表示 立马斩首 善良的卓一行为他们求情 吴三桂表示 现在魔教想一手遮天 为了保卫大明江山 必须把魔教杀个片甲不留 并表示 一行你要记住 使势造英雄啊 此时营仗之中 八大门怕弟子们 正在商量如何对付魔教 喝得醉醺醺的卓一行 把令牌给了师姐和绿华 表示你一向雄心万丈 想明扬天下 这个统领就由你来做 不久魔教趁着夜色偷袭而来 双方便对战起来 只见最熏熏的卓一行 不分敌我的 开始了劝架 这时老女飞奔而来 和卓一行打发一起 不想却被卓一行 摘掉了面纱 原来是那个 让他魂牵梦绕的女子 卓一行表示 姑娘 你认不认得我 在古城我们见过的 老女表示 你是中原人 我就要杀你 只见卓一行 一把丢掉手中的剑 表示道 好吧 你杀吧 只见老女犹豫了一下 抽回了鞭子 这时一只独剑袭来 老女便倒下 卓一行接住了 老女飞变而去 师姐和绿化惊叉地 看着眼前的荧幕 大声呼喊着一行 来到一个安静的水帘洞 卓一行先是向 八一女子道歉 随后为她吸出了毒 不久两人产生感情 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老女没有名字 卓一行为她取名 恋泥衣 两人相约一起退出江湖 这边八大门派正在议论 卓一行的异常行为 紫阳真人表示 卓一行肯定是中了 老女的腰法 才会身不由己 和绿化表示 没有那么简单 也有人说道 倒是他们两人没来眼去 肯定已暗度陈仓 最后 紫阳真人让大家 不要乱猜测 先把人找回来 让她当面交代清楚 这天卓一行醒来 没有看到练泥衣的身影 眼前等我两个字 便让她安心了 原来是主人 姬无双在召唤她 练泥衣表示 自己要离开魔教 最后 姬无双只能妥协 表示道 那叫鬼来处置吧 随后 练泥衣在众人的棍棒之下 光着脚走在烫火之上 为了爱情 练泥衣简直是 在鬼门关走了一趟 总算熬了过来 从此 练泥衣和魔教 分道扬镳 这边 武当派一行人 也找到水连洞 看到了卓一行 师叔表示 如今 吴三桂已投降 引清兵入关 大明国运危待 正需要有志之事 你却整日在这里撕混 卓一行表示 自己已和练泥商相约 一起退出江湖 何绿华劝道 无论如何 你都要亲自跟师父交代呀 于是 卓一行决定跟师父当面解释 当打开大门 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 师父早已被人杀死 只见四处一片残尽 幸存的尸体告诉卓一行 这一切都是老女做的 这是一身红衣的练泥商 来的 表示今天只是来找卓一行 众人看到他便围攻了起来 不料却都不是对手 卓一行问道 这一切是不是你做的 估高傲视的练泥商表示 他们的生死都不关自己的事 只想问他信不信自己 跟不跟自己走 卓一行很是犹豫 于是练泥商贬义人离去 这时师叔重了过来 练泥商一鞭子打来 众人便一起冲了过来 显然都不是对手 何绿华被鞭子套住 卓一行见状上前救师姐 何绿华趁机用刀刺向练泥商 练泥商表示道 为什么你不信我 这时身受打击的练泥商 瞬间青丝静白 随后 练泥商将所有人打倒 很快真正的幕后黑手 纪武双出现 明白真相的卓一行 向他袭来 于是便对战起来 眼看卓一行不是对手 练泥商出现 帮助卓一行 随着卓一行致命的意见 纪武双和姐姐的身体 终于分开 而卓一行和练泥商就此分开 影片到此结束了 话说卓一行苦受千雪峰十年 只为首的雪莲花开 换泥商青丝常在 而隐居天山十年的练泥商 仅仅需要的是他的一句道歉 在那样的时代下 有着太多的爱恨纠葛了 最后 小独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小独 喜欢就请帮忙点个赞哦 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